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国家的知名卡通明星联名 进而打造出一个个 年轻又可爱的金饰商品 以我们公司来讲的话 我们是全部一条龙 在公司里面制作 所以从设计 打板 然后一直到铸造的部分 全部都是在公司内部 基本上我们会视不同肖像 它的主要它每一个肖像 它会有不同的性质 那Snoopy的话 它也得肖像 它的Fans的话 也会比较稍微多元化一点 它可能也有男生喜欢 也有女生喜欢 不像Holo Kitty的部分 它只有纯女性的市场面 所以说在根据不同的肖像 它会有不同的性格 这是第一个设计的考量来源 以设计流程来讲的话 我们从设计图 然后到3D成型 一直到我们的蜡模 那蜡模的部分 大部分我们会使用 像这样硬蜡的方式 主要是因为蜡的特性 它跟银板不一样 用银去打板 它基本上比较硬 那制作流程上面 会比较费时费工 那在蜡上面 它就比较好修补 然后而且在细致度上面 也会比我们用银来打板 更为细致 以加工的部分来讲 我们大部分看到 现在看到有一些是 已经铸造出来的 这个金束跟银束的部分 那剪下来之后 那师傅必须要 把这个水稻的部分 用那个搓刀 把它修整 那修整完之后呢 之后才来进入 抛光的部分 所以呢 不管是做蜡树的 操作上面也好 或是翻柱之后 之后出来成为金束也好 这些都是在公司内部执行 通过这些繁琐 还需要大量人类的生产下 才能打造出 如此完美的金饰 也才能在全省各大营楼的 储窗里闪闪动人地展示出来 除了营楼的销售管道之外 那在百货专柜上面呢 当然是提供给我们消费者 能够比较完整的形象 我来买他们最新上市的Snooby 因为我平常就蛮喜欢 他们家的东西 因为他们的商品啊 就是都不定期推出一些新的款式 而且他们的做工还蛮精细的 那他们之前都会出 Hello Kitty 那是我最喜欢的卡通楼 因为他们家都是肖像类的 像Snooby Hello Kitty 或多来的 我女朋友就比较喜欢这些东西 它的做工很细 因为像是跟其他的 营楼比起来 就是它可能边边都会比较粗糙 但是他们家做出来的商品 边边都比较光滑 甜蜜月定呢 主要的形象呢 当然是就是 黄金这样的商品 它不再只是一个保持而已 希望透过设计 然后传达一个永恒的态度 然后以及对于黄金这样的商品 它是有时尚感的 是年轻人都可以接受的商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